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把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商城 上次我们实现了用户的注册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注册功能并不复杂 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普通用户的注册功能 我们先测试一下 比如说这次我注册一个用户名为Tom 密码123456 手机号码 这些都没有做过验证 所以可以随便输 关于客户端的这些格式的验证 并不在本课程的讲解范围之内 大家需要去学习JamaScript 做表战验证的一些技术 如果我这里填完之后 点击这个提加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正确的跳到了 登录界面 我们来回到数据库 查询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om用户呢 就已经增加到了数据库的表里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接着这样一个注册功能 来做一些改进 这个改进呢 也比较简单 就是能够在 注册用户名的时候呢 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这个用户名呢 是不能够重复的 这里呢 我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呢 对于用户的注册 这样一个功能 在一些网站类的项目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 我们也不是说任何的web项目 都需要有一个注册功能 那如果我们做的是企业级管理系统 那么这种用户的数据呢 并不是由使用者注册进去的 而是由超级管理员 在后台呢 添加进去的 所以呢 对于用户注册呢 大家可能见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在网站类的项目 比如说类似于 像网上商城这种项目 那如果说我们想实现 我们刚才说到的 验证用户名的唯一性 我们的做法呢 很多 那么本次课呢 我会介绍一个 在用户名输入完成之后呢 光标 移到下一个输入框 准备输入密码的时候 这个页面呢 马上就会在右边呢 提示用户 到底这个用户名 是不是已经被使用了 这种技术呢 叫adjects 那么我们会在 本节课里边给大家介绍 如何结合着stats和gquery 来做一个用户名的唯一性验证 那么它的要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于一个普通的用户注册呢 实际上 它就是在用户表里边 增加一条数据而已 而我们本次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对用户的唯一性 进行及时验证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adjects 那么它的实现要点呢 有两个 第一个呢 一定要在action中 有一个方法呢 无需返回任何的结构 这个跟我们 之前使用的action的方法呢 需要返回一个支付创呢 不太一样 因为adjects呢 要求的并不是 服务器能返回一个页面 而仅仅是要返回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可以是普通的支付创 也可以是呢 我们后续呢 介绍的比较复杂一点的 接受 但是呢 它都是需要使用 http serverlet response 来输出 好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我们使用页面上 的gQuery 在里边呢 有一个get函数 来进行adjects的调用处理 当然 如果说 在服务器的输出的数据呢 比较的复杂 我们呢 将会使用一个json 这种数据格式 那么对于前端的gQuery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getjson 好 那么既然有这两个要点呢 我就直接使用代码呢 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功能到底该如何实现 现在呢 我们可以考虑从 DAO开始写起 因为呢 我们想在前端 使用用户输入的用户名 来进行数据库的验证 那我们不可避免的 一定要 在DAO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应该很容易想到 我们应该是查询一个 数量 这个数量呢 我们是有条件的 我们通过名字 在表里边 查询数量 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 DAO的方法 名称取得比较有意义 通过名字 查数量 好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个方法如果返回的结果是零 那就说明了 根本就没有这一个用户名 如果返回的数据 大于零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边呢 应该最多只能是一 那就说明了 用户名存在了 所以这个方法呢 我们需要准备好 相同的道理 在UseMap里边呢 我们要准备一个 Select ID等于 GetNumberByName 好 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一个方法呢 它有一个参数 我们呢 可以使用 Select 结果呢 也有一个类型 我们使用 Int 接着呢 我们来统计一下 从用户表里边 按照内幕来进行查询 到底有几个这样的记录 好 那么 这个DL呢 我们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到Service 在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DPC呢 已经出问题了 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包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我在这个地方就直接呢 给它删掉了 现在回到Service Service里边呢 我们就需要写一个这样的方法 存不存在呢 它是一个不而行的 Exist 把内幕呢 作为参数 存取 好 这个方法该如何去实现呢 并不难 我们只需要呢 在这呢 得到刚才我们写好的 这个DL 它的方法 接着做一个判断 如果Lumper 不等于0的话 那说明是存在的 那如果是Lumper 等于0的话呢 那说明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返回的是Lumper 不等于0 如果它成立的话呢 说明 这个用户名是存在的 好 那么这个Service呢 我们也 完成了 接着再回到Action 在Action里边呢 我们 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刚才我们说到 要点就是呢 它 虽然是处理的 用户的请求 但这个方法呢 并不返回任何的结果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 处理请求的方法 不太一样 它主要是用于处理 而这可是请求 仍然不需要带任何的参数 接着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呢 使用刚才 我们准备好的 Surface里边的方法 这个内幕呢 我们通过User的传进来 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又如何呢 将这个结果拿到页面 既然我们这一个方法呢 并不需要返回任何的支付创 换句话来说呢 并不需要配置一个result 让一个页面呢 返回到界面 那我们呢 就需要使用 比较原始的 http Servilator Response 来帮我们把这个值呢 输出到客户 这种方式呢 是使用最原始的 当然后边我们处理阶层的时候呢 会有其他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怎么样获取这样一个 http Servilator Response呢 在Strax里边提供了这么一个类 Servilator R型 Contest 它提供了一个静态方法 叫 Get Response 那实际上我们呢 需要使用到它的 Get Right 它回来的就是一个 PrintWrite 把异常呢 处理一下 接着呢 我们只需要使用 PrintWrite的实力呢 进行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接着把缓冲清空 最后 关掉 PrintWrite PrintWrite 有了这么一个Action的方法呢 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当一个请求来调应到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它会将 油扇里边的内幕拿过来作为条件 然后呢 传到Surface里边 进入传到DU里边 由MyBuddy时呢 发送一个这样的Select语句 到表里边呢 查询有多少个这样名字的记录 如果查不到的话呢 说明这个用户名呢 并不存在 如果查到了至少一条 那就说明用户名是重复的 所以逻辑上来说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对于Action呢 我们就写完了 那么其他的配置呢 在我们之前做用户注册的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都配置好了 在Strax里边 在MyBuddy时Config 以及Spring的配置网件里边 我们都不需要重新的去改动任何的配置信息 好 既然已经完成了后端的代码编写 那现在回到了页面 页面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gQuery来进行Ajax的发送 我们打开Regist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base.gsp呢 里边是引入了gQuery的2.0.3 我们呢将它引入 base.gsp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gQuery来进行Ajax的发送了 这个Ajax呢 我们需要给一个表单空间 加上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呢 大家在学习JavaScribe的时候呢 就应该掌握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on 当然如果使用原始的世界处理机器呢 我们就在这个里边写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然后跟着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上面的给它示明好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gQuery呢 我们推荐使用gQuery来 保定世界 我们来看 这个空间的ID呢 是内幕 那我们就这么来写 好 这两代码呢 应该是训练大家gQuery的使用 我们呢 先使用 $ function 接着呢 我们应该给刚才这个表单空间呢 加上一个世界 我们使用on这个函数 时间 刚才我提到过 应该是一个失去焦点的时间 它对应的函数呢 是Hob这个function 好 有了这个function呢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function里边 我们就应该使用$GET来发送 eject请求 这个GET呢 仍然有两个常用的参数 一个呢 就是UIL 我们这个请求 肯定是发往 Use Is Exist 并且呢 我们需要带一个参数过去 这个参数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呢 要使用一个前缀 Use 点 Name 它的值呢 来自于触发这个事件的空间 我们使用$ LIF VAL 函数 获取 用户数的值 好 这是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评定好了 第二个参数呢 当然就是一个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里边有一个参数 表示呢 处理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刚才我们说到过 对于Use Action来说呢 它是通过PrintWrite 输出的一个字符串 它并不是一个页面 而且呢 这个地方 虽然是从加法的角度来说呢 这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布尔形的 但是通过一个输出呢 到了界面上 它仍然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当我们来进行判断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 它应该呢 这么判断 带一个双引号 然后呢 TOO放在双引号里边 那有了这么一个条件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 给一个明确的提示 这个提示呢 我们就要放在这个 NameMessage的 标签中间 使用HTML函数 将提示 放在里边 我们就可以提示呢 该用户名 已经 注册 这是 结果是 TOO的情况下边 说明了 用户名 已经在 表中 存在了 那提示给用户的时候呢 就应该说 该用户名 已经注册 否则 COPY一下 可用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已经将 Action里边的 处理方法 以及前端的 JQuery 如何发送 Adx请求 以及如何处理结果 都全部变现完了 现在呢 我来重新 部署一下 然后呢 通过浏览器 来测试一下 这个效果 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回到浏览器 我们呢 刷新一下页面 接着呢 当我们输入 存在的用户名 TOM的时候 我们光标 一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边有提示 该用户名 已经注册 那如果我使用 其他的用户名呢 光标移开 它就提示呢 该用户名可用 那么这个地方的提示呢 我并没有做很多 效果上的改进 仅仅就是一个 纯字符串的显示 如果你需要 对前端的效果 再做进一步的改进呢 还可以在前边 使用一些小的图标 比如说 如果没有问题 验证通过了 来一个绿颜色的对勾 如果验证没有通过呢 使用一个红颜色的 X 这都是可以的 而且如果我们 这个地方需要改进 我们还可以考虑呢 这个用户名 假如说他的格式都不对呢 我们肯定并不需要 发RJX请求 因为你的格式不对 在数据库里 肯定是不存在 而且呢 也没有办法 往后台提交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 很简单的用户注册界面呢 如果我们需要做验证 还有很多代码需要编写 那么绝大部分的都是 前端的脚本 好 那么最后呢 大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 用户呢 用户呢 直接无视刚才的提示 直接点击注册按钮 又如何处理 我们需要搞清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比如说 虽然我这呢 输入了一个存在的用户名 比如说 Tom 后边呢 我们也看到了 有提示 该用户名已经存在 那么按照我们的想法 用户呢 是不是他要去改向 再次看结果 看是不是能够注册 但是呢 我们可能想的太理想化了 有可能用户呢 根本就不去管这一个提示 直接呢 往后填 填完之后呢 他直接点 统一以下条款 提交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数据 仍然呢 提交到了后台 并没有达到我们前台呢 将这些垃圾数据 拦截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 继续改进 当然这个改进呢 我就要留一个小任务了 首先第一个改进呢 一定是在 Action里边呢 做处理 也就是在 加码代码里边 我们不能够 不做任何的 有效性验证 我们还需要有 加码代码的验证 第二个呢 在我们这点击的时候 我们仍然需要提交一下 RX请求 让用户呢 输入用户名 通过脚本 传到后台呢 进行验证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呢 对于GQuery的 默认 GET方法呢 就需要进行改进了 我们可能需要使用它最原始的 Dollar.adjects 这个函数 然后呢 改变一个属性 把一部呢 要改成同步 好 这一段呢 是属于GQuery的 RX应用 留给大家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这一段验证呢 做完美 包括普通的格式验证 包括RX应证 这个刚才我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其实还有呢 在脚本 进行的情况下的 后台的这些数据验证 好 这个代码呢 可能也比较的多 但是绝大部分呢 都是脚本需要处理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GQuery 以及后台的Strax 来做了一个比较典型的 用户名的 唯一性验证 好 那么有了注册呢 我们下次课呢 将会给大家介绍 如何去进行用户的登录 好 本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